史诗鬼是乌克兰最恐怖的都市传说 这个传说源自1932年的乌克兰大饥荒 当年近700万人被活活饿死 为了活下来 成千上万的人开始以活人和尸体为食 很多小孩都是吃着同类长大的 几十年后 就当人们努力忘却这段令人头皮发麻的历史时 恐怖的食人事件却再次出现了 关于食人事件也随之再次流传开来 就在食人事件发生的几年后 美国一个纪录片团队 在得知食人案主犯鲍利斯 已经被刑脉释放后 他们决定前往乌克兰给他做一个专访 然而诡异的是 纪录片团队进入乌克兰拍摄没多久 就集体消失了 直到2025年 在一个货席仓库里发现的一盘录像带 揭开了纪录片团队消失背后的恐怖真相 同时也让食尸鬼的传说变得更加的朴朔迷离 以上就是曝光视频的所有内容 视频很有可能引起不适不建议独自观看 视频前的女孩叫珍妮 是纪录片团队的主持人 这是他们到达乌克兰后的第一次录制 在介绍完此行的目的后 他们归用的本地向导瓦里和翻译琳娜 也很及时地赶了过来 在支付完费用后 他们便在瓦里的带领下 先采访了当年大饥荒的信从者 这些老人告诉他们 饥荒开始吃人还是比较避讳的事 很多人会将尸体带到村口附近的隧道里偷着吃 但是没多久就有人开始吃活人 甚至还有人将人肉做成肉饼在卖 当时抓了很多食人者 但奇怪的是 很多人对吃人一点印象都没有 还有些人说他们在吃人时身体就好像被什么东西控制一样 对此说法 马里帮他们找到了当地一位研究大饥荒历史的教授 教授说他们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同类相识的原因和后果 但是有些案件确实非常诡异 尤其是几年前发生的鲍里斯案 当年他们对鲍里斯实施了催眠 被催眠后的鲍里斯承认了自己吃人的行为 但他说自己是在失去意识的状态下 某种超自然现象控制了他 告别教授之后 团队很快就前往了鲍里斯的家乡 他们想尽快采访到石魔鲍里斯 录像从这开始后就变得十分的诡异 首先他们来到了鲍里斯工作的居木场 马里说鲍里斯正在里面工作 他说要一千美元才能接受采访 团队很无难但最后只能答应 但是他们提出了一个要求 专访的场地必须放在作案现场 说完马里就带着导演 去见鲍里斯商讨起了采访事宜 鲍里斯正在共产后面干着杂活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瓦里将团队的要求告诉了他 鲍里斯对导演似乎并不感兴趣 他一直盯着翻译琳娜 还问了他年龄 并一直称赞琳娜很漂亮 说完他突然摘掉了手套 窝向了琳娜的肚子 这一举动吓坏了琳娜和导演 鲍里斯却无所谓的拿出了一串钥匙 他告诉琳娜 这就是他作案现场的房屋钥匙 鲍里斯让他们先过去在那里等他 他说自己一下班 就会过去接受他们的采访 琳娜接过钥匙就匆忙的离开了 走了很远 鲍里斯还在一直盯着琳娜的背影 回来后 其他人看了刚才的录像 第一次看到食人魔鲍里斯 让他们很兴奋 对接下来的采访更是心心满满 只有琳娜今后未定的靠在车旁 在前往鲍里斯的作案现场前 往里找来了一位当地的灵媒 他说那个地方在森林深处很邪 当地人从来都不敢去 带个灵媒他心里踏实一点 大家并没说什么就出发了 刚开始隐约还有一条小路 往里走了很远路就消失了 车在茂密的枯树林里开了很久 终于在一根横着的枯树前停了下来 下车后又走了一段 才远远地看到几栋隐蔽在密林中的破败木 马里用钥匙打开了院门 一些人随即来到了院内 进来后 珍妮首先做了一个简短的报道 他说根据资料显示 大饥荒时期这里曾经是个村落 因为这里非常隐蔽 大部分神事件都发生在这里 几十年后一个叫鲍里斯的人 在这栋房子里又吃掉了自己的同事 因为警方没有找到死者的尸体 鲍里斯被关了几年后就被释放了 众人等侦妮介绍完后 马里用钥匙 打开了这栋隐蔽在密林中的食人挪窟 马里打开门的一瞬间 门厅上一款明晃晃的镜子 诡异地挂在正对门的位置 房间内的摆设还算比较整齐 就是被一层厚厚的城堵覆盖着 看样子已经很久没有人来过了 在镜子上方阁落的入口被打开了 设置组上去查看时 被一双带血的靴子吓得透气 他们对屋里进行了简单的拍摄后 就在鲍里斯作案的房间内架起了灯光和摄像机 并在房间里的一些角落也装上了摄像头 不止完安装好发电机后 马里和林梅在外面不知道为什么争吵了起来 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八点 但奇怪的是鲍里斯却一直都没有出现 马里打了好几个电话 但是都没能联系上鲍里斯 因为离镇子太远 晚上在森林里开车很容易迷路 最后他们决定今晚就住在这里等鲍里斯 但是林梅似乎有种不好的预感 一直在劝他们离开 马里听到后让林娜千万不要把这句话翻译给奢侈族 然后转身就告诉他们一切正常 他们也会留下来一起等鲍里斯 很快到了深夜 屋里突然变得很冷 他们喝起了福特加吃着肉干 喝了一会儿马里有些上头 并心智勃勃地告诉了他们一个关于鲍里斯吃人的秘密 他说正常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传言 传说鲍里斯在吃掉同事前 他们曾一起在这张桌子上玩过招红游戏 最后他们召唤出了大饥荒时期的食食鬼 在食食鬼的控制下鲍里斯杀死并吃掉了同事 食食组提完并没有太当回事 因为每一个发生过命案的小镇 都会被当地人杜撞出各种神秘事件 碗里讲的更像是一个深夜恐怖故事 但是他们拉下桌布的一瞬间 所有人都傻了眼 桌子上赫然出现了一个召唤恶魔的五角星图案 哲尼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素材 会给他们的专访增加一些神秘色彩 于是他建议把招红仪式拍下来 说完便招呼其他人坐下 随后便像模像样的摆拍了起来 下一段视频来到了第二天早上 屋内已经一片狼藉 看来他们昨晚挖得很开心 可能是因为屋里太冷 摄像师和美女翻译琳娜挤在了一张床上 只有随心的灵媒严肃的坐在桌前 等大家都起来后 他让琳娜告诉摄制组 说挖里已经死了 他被你们昨晚召唤出来的恶鬼给杀了 从现在起谁也不能把桌上的杯子翻过来 在没送走恶鬼前谁也不能离开 否则的话我们都会死在这里 听完琳娜的话 承尼没绷住大笑了起来 导演则生气的站起来打断琳娜 让他告诉琳娜别再讲鬼故事了 在他看来瓦里就是拿钱跑路了 他收了钱但是没能叫来鲍里斯 只好在深夜趁他们睡下后开车跑了 说完后他就拿着手机出去给瓦里打电话 然而打了好几个都没人接 大家都觉得琳娜在扯淡 并指责他和瓦里是一伙的 但他们打算自认倒霉 让琳娜打电话找个本利司机来接他们回去 但是打了半天都没有人愿意来这 好不容易问到了一个 但是对方直接要800美金 最后琳娜只好联系朋友从基辅过来接他们 因为路程太远 他朋友说最快也得明天才能到达这里 迫于无奈他们只能在这里再住一晚 导演觉得多住一晚也挺好 说不定还能等来鲍里斯 回到屋内为了多拍点素材 他们打算采访一下琳娜 哲妮问琳娜你早上说的恶鬼还在吗 琳娜说在 只有召唤出她的人满足她的要求 她才会离开 哲妮接着问道 我们怎么才能相信你说的话都是真的 她的要求是什么 琳娜说她刚被召唤出来能量比较弱 不过她很快会适应并提出要求 到时候你们就会知道我说的都是真的 就在这时摄像赶紧叫他们过来 说她正在回看昨晚的录像 她有新的发现 视频回放显示 就在昨晚他们拍摄招工仪式时 琳娜过来阻止过他们 但从琳娜和瓦里的对话中得知 她还是来晚了 他们已经将恶鬼召唤了出来 琳娜很生气的说瓦里眼里只有钱 斥责道你为什么不阻止他们 你这样会害死所有人 瓦里在酒精的作用下也周骂起了琳娜 说她也是因为报酬才来的 大家都别壮 说完瓦里拿着衣服就要往外走 林祖前她说要去找鲍利斯 然后把她亲自带过来 看完回望之后 所有人都一脸懵逼 招工仪式之后的事 他们竟然什么都不记得了 请说他们怀疑酒里是不是被下了药 虽然酒是瓦里和琳娜带来的 但是他们自己都喝了 实际上认证仔细的又检查了一遍视频后 又有了新的发现 在拍摄仪式时 他们的手还没有碰到杯子 杯子竟然自己诡异的动了 看完视频后 身处荒郊野岭的他们 都显得有点焦躁 如果现在不行离开 晚上肯定会冻死在野外 如果让那个要驾800的车现在过来 天已经马上黑了 对方肯定不来 最后谈话只能以沉默结束 森林里天黑的很快 回到屋内没待多久 天就完全黑了 这是导演提议 何不再做一次招呼仪式 问问他到底有什么要求 林梅难以置信的看着他 最后怕他们胡来 林梅只好答应了他们 然后坐了下来 坐下后林梅便念起了咒语 念完后他对着空气问道 你还在吗 过了很久 杯子没有任何反应 就当大家觉得这是个笑话时 杯子突然被一股没闻的力量 推到了五角星的一角 就在林梅干扰张口说话时 导演突然大声问道 这次没有任何犹豫 杯子快速滑到了室的方向 然后灯泡就突然灭了 就在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时 海岸中突然传来了 杯子在桌面摩擦的声音 什么是 呲呲呲呲呲的声音就像咒语一样 在海岸中听到极为恐怖 就在适用什么角度 打开摄像机的灯光后 杯子还在自己动 证明海岸中没有人碰过他 根据杯子最后移动的轨迹 他们很快就拼凑出来一个单词 意思是挖骨仓 林梅说这是他提出的第一个要求 所有人除了震惊之外 都在用暴躁掩盖着自己内心的恐惧 人还等他们真正的挖开骨仓后 才意识到刚才的恐惧根本不值一提 鲍里斯为何迟迟还不来 瓦里真的回到了镇上吗 身处荒郊野岭的他们 还会有哪些惊人的发现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美国纪录片团队在乌克兰密林中 拍到的诡异时代 故事继续 面对眼前发生的诡异现象 导演觉得逃避没有任何意义 既然今天走不了 就将这一切都拍下来 说完他穿起衣服就要去骨仓 找到骨仓后 他们先检查了发电机 然后找来工具 在骨仓中间的位置便挖了起来 因为天冷冻土比较硬 挖了很久 才在地上挖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坑 然后就发现了一个埋在地下的箱子 回去打开后 里面装着一些照片和家庭录像带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播放设备 录像带里的视频拍摄于1995年 而视频里出现的人就是鲍里斯 只见拍摄者愤怒地对鲍里斯说 说完鲍里斯痛口地捂着脸 拍摄者则继续大声呵斥着 然后鲍里斯突然起身脱掉了衣服 用手间将胸前的皮肤一点一点的撕了下来 接着痛苦的喊叫声充斥着整个房间 下一秒他突然向拍摄者扑了过去 打掉了他手中的摄像机 摄像机落地的一瞬间 一只猫从镜头前跳了过去 大家看完后还没搞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屋内又莫名其妙地没电了 他们其方出去检查了发电机 发现一切都在正常运转 刚准备回去时 屋里突然传了鸡叫声 他们其方向屋内跑去 回到屋里 哲妮和莉娜惊恐地指着沙发 沙发上突然出现了一只猫 他被掏空了内脏 血肉模糊地散落在沙发上 仍然恐怖的是 这只猫跟刚才视频里的非常像 他们其方去找灵媒 看着灵媒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加上内心极度的恐惧 摄像小哥也爆发了 他说他要马上离开这里 镜头一转 在众人的劝阻下 摄像小哥冷静了下来 灵媒告诉了他们一个绝望的消息 他说从视频和刚才发生的事来看 关于暴力次召唤出来恶灵吃人的传言是真的 而且你们召唤出了和他一样的恶灵 最后他告诫所有人 在没有把恶魔送回去前 上次离开会酿成更大的祸端 但是屋内的其他人并不这样想 他们只想挨过今晚赶紧离开这里 视频来到了第二天早上 哲妮和琳娜的腰部都出现了莫名的抓痕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晚上对他们做了什么 当他们查看了昨晚的监控后 哲妮彻底崩溃了 他让琳娜赶紧联系他朋友 他一秒钟都不想待在这里 过了一会 琳娜告诉了他一个坏消息 他朋友的电话竟然关机了 而且这里的信号也变得越来越差 停完后哲妮彻底坐不住了 他不顾重地劝阻坚持要离开这里 导演没办法只好追了出去 琳娜和摄像急忙跑过去找琳梅 问他该怎么办 琳梅说他正在研究这些照片 看能不能查出恶魔的真实身份 如果能查出来他是谁 就有可能将他送回去 刚说到这 外面突然传了导演的叫声 他们急忙拿起相机链跑了出去 顺着导演的叫声 他们发现了不可思议的影响 在不远处的山坡下 他们发现了瓦里的车 车上到处都是血迹 瓦里就好像在车里被活泼一样 但是他的尸体却不在车里 此时此刻所有人都陷入了巨大的恐惧之中 如果瓦里不是拿钱跑路并没有骗他们 那么鲍里斯为什么把他们骗到这 自己却两天都不现身 他们无法解释只好跑回去找琳梅 琳梅说恶魔一旦被召唤出来 在被送走前所有人都不能离开 否则必死无疑 但是他们仍然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 因为现在死了人性质就不一样了 如果这些荒诞诡异的事都是真的 那么再不走 下一个死的有可能就是自己 说完他们连东西都没收拾 直接进入森林向来湿的路跑去 而诡异的是 他们走得越久离木屋越远 身体就会产生各种不适无法站立 而且早了大半天 总感觉自己在原地打转 终于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很快天色渐渐的暗了下来 森林里变得越来越冷 他们只好再次回到了房子里 刚进来林里就告诉他们 你们走后我仔细地研究了这栋房子 并通过这些照片后面的文字信息 还有你们挖出来的那些录像带 经过研究我基本可以确定 你们和鲍里斯召唤出来的恶魔 就是前俄罗斯最大的连环杀手和食人狂魔 有着鹅板开挡手之称的奇卡提罗 他在12年内杀死并吃掉了50多人 他的哥哥在大饥荒时期 就是在这被饥饿的邻居给吃了 所以我敢肯定 这个恶灵就是奇卡提罗 接着林里说等天黑之后 他要做一个增强版的仪式 告诉他我们跟他哥哥的死没有关系 让他赶紧离开并放了我们 没多久天就彻底的黑了 林里在屋里架起了火 点上了蜡烛 并用木共做的火把 在屋里的每个角落都试了咒语 做完这些后 他将所有人叫到桌前坐下 然后就在他们准备开始时 屋里的蜡烛和壁炉里的火全都灭了 林里说看来我猜对了 他已经来了 突然林里便念起了咒语 刚说完杯子就快速的滑到了布子上 林里也不甘示弱 直接念出了他的名字 然而仪式还没做完 一股巨大的力量吸烂 雾内再次陷入了黑暗 摄像吉妈打开了相机的灯光 雾内已经乱做了一团 恐怖的是 林里突然出现在了另一个房间 低着头痛苦的坐在沙发上 林里接着急忙上前去安抚林梅 并鼓励她振作起来 说我们可以再试一次 然而还没等林里说完 林里好像正习似的 突然扑向了林里 中人急忙上前去帮忙 费了很大的劲才将他们分开 分开后林里突然坐了起来 对着他们重复地咆哮等 说完她便轰倒在了沙发上 很显然恶灵上了林梅的声 看来用驱魔衣式送走恶灵 显然是不可能了 剩下的人在屋内挣扎了半天 最后还是决定按照恶灵说的去做 因为只有这样恶灵 才有可能放了他们 很快他们便来到了屋外的树林 找到了那棵带有十字架的树 在他前面五米的地方挖了起来 他们交接着挖了很久 但是依然什么都没发现 就在摄像小哥准备放弃 刚才发的洞股突然塌了下去 下面竟然出现了一个隧道的入口 导演急忙下到坑里去检查 果然在隧道里 他们找到了一堆白骨 看来这就是奇卡提罗年幼的哥哥 林娜说恶灵应该是想让他们 把白骨带回去 然后给他哥哥一个体面的葬礼 说不定这样恶灵就能放过他们 其他人都表示同意 但是导演突然提出了不同的想法 他说尤其这样被恶灵骗来骗去 还不如带着白骨作为筹码 威胁他放了我们 他刚说完自己的想想 旁边的珍妮突然像变了一堆人 他愤怒的吼叫着 然后将导演推下了隧道 然后自己向森林牲畜跑去 说如隧道的导演脚受了伤 他让摄像别管自己赶紧去追珍妮 实际上追过去发现珍妮昏倒在一棵树下 他叫醒珍妮后 是问他为什么将导演推下去 珍妮却说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 阿人来不及多想 急忙跑回去救导演 然而等他们回去后 发现地上除了一个手提灯 林娜和导演还有洞口 既然全都不见了 似乎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梦境 阿人绝望的用手和木工 试图将洞口刨开 尝试了一会儿他们便放弃了 就在他们返回屋屋的途中 路口突然出现了一团黑影 阿人惊恐地站在原地 他们知道该隆到自己了 就在这时 一个黑色的人影突然向他们跑来 他们拼了命地向森林生就逃去 没跑多远摄像机被拖走了 还没等珍妮反应过来 一双黑色的靴子出现在了他身后 接着他也被拖走了 拖行了没多远 他就被拽到了一个洞里 除了洞他也划进了隧道里 从恐惧中振作起来的珍妮 借助摄像机的灯光 在洞内窜来窜去寻找着出口 在一个转角处 他看到了瓦里残破不堪的碎尸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个黑影再次向他袭来 他转身拼命地往回跑 在一个封叉口 他突然听到了摄像师的叫喊声 然后等他跑过去后 摄像已经被拽进了一个狭小的洞口内 紧接着就传来了撕咬声和惨叫声 整机知道一切都白了 他只能一边躲避着黑影 一边四声乱撞找着出口 接见的他已经进入到了隧道的深处 这里是所有隧道的交汇处 中间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中厅 地上有很多铁钩和木架 活像一个屠宰场 突然他在黑暗中似乎看到了琳娜 琳娜站在那低着头轻轻地哭泣着 他急忙向琳娜靠了过去 问他这是哪到底发生了什么 琳娜仍然不敢发出声 他用十分率弱的声音告诉着你 暴里斯就在这里 他一直都在 他把我们骗到了这里 他吃人是为了让七卡齐罗的鬼红变得强大 七卡齐罗就在他的身体里 他想让我们也吃人肉 这样他才有可能介绍我们回到这个世界 刚说到影哭就传来了低吼声 琳娜变得越来越紧张 他嘴里不停地重复着 琳娜刚想说点什么 暴里斯突然出现在进来前 琳娜一瞬间似乎明白了一切 他做了最后的挣扎 然而一转身他就被扑倒在了地上 相机也摔掉了 紧接着暴里斯拿着刀 骑在他身上将他大血八关 然后啃食了起来 最后他拿着蒸泥的肉 强行喂给了琳娜吃 并告诉琳娜 他已经在你的体内成长了 你要多吃点 便说便抚托着琳娜的肚子 最后他来到摄像机前 捏碎了摄像机的灯 琳娜将在勇士的黑暗里 剩下一个叫奇卡铁落的阴昂 全片到此结束 这部伪记录片拍摄于2015年 整体观感其实还不错 伪记录的设定也算成立 故事设定和拍摄场景 还有整体的恐怖氛围营造的也不错 但是如果能做一些减法 其实可以更好 因为导演想表达的东西太多 塞进去的元素也过多 就非常容易出现各种 逻辑不通不合理的剧情bug 因为伪记录片主打的就是真实 剧情不合理就很容易破坏真实性 其实我在解说的过程中 已经做了大量删解 但是为了剧情的流畅度 还是没办法避免很多bug 不过我毕竟是站着说话 自己拍出来的 有没有人家好还不一定 所以废话就说到这 故事的剧情比较简单 相信大家应该能看懂 就不做解析了 喜欢的可以去看原片 资源可以进群 或者在评论区 问管理员封引药 所有就是贪压的 最后还是希望看到这的同学 能支持一下 点个赞关个住再走 谢谢你们 我是皮肤 我们下周见